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何大人该不该处置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到何大人这来不谈朝政 怎么又谈上了 听说吴俊德是何大人的人 有这回事吗 他曾经是我的没事 那何大人是要包庇自己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啊 伏康安的作本 伏康安的作本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他说他上过作本 但都被军机处压下来了 何臣 皇上 奴才想军机处绝不会如此的 伏康安的作本 请黄阿玛过目 伏康安的作本在此 请黄阿玛过目 你这是什么作本啊 伏康安参作吴俊德的作本 自己看看 为什么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啊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作本是空的 这么说你还是把奏折成给皇上了 那么说你还是把奏折成给皇上了 是不是你给错了 没错 我给的你 就是一本空白的奏章 什么 你 你干嘛这样 因为我料定 你必会把奏折交给皇上 交给皇上不好吗 打在吴俊德身上 通在有心心里 可也伤在和珅身上 永远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我刚安的奏本呢 还给我 我把它烧了 你怎么可以 永远 不是凡有罪的都要告 反正对永兴的都能告 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呀 你 Market 有罪的都能告 这里 好 我的 我 我 花椒 你还记得我 这么巧你也来上香 我在等十五二哥 他也会来 我们约好的 我是为福将军来上香的 你不想见见十五二哥 十五二哥在玩花楼的时候 天天跟我念着你 不知道姐姐 你是不是也天天地念着他 自艳姑娘 别再说了 我要上香了 也许姐姐早就把十五二哥给忘了吧 做将军夫人 一定很开心吧 自艳姑娘 我先走了 你背叛十五二哥 神明也不会保佑你们 我是为福将军来祈福 福汉算什么男人 他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 告辞了 你想溜了 你怕见到十五二哥 你没脸见他 自艳姑娘 我该回家了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父亲人 神明会让你夜夜做噩梦的 神明会让你夜做噩梦的 神明会让你夜做噩梦的 不 我刚才跟皇上在一起 那是您忘了戴了 也不是 那是 我舅舅把作本烧了 十五二哥 你 那作本是福康安花了多少心血才写出来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舅舅他 你恨福康安 什么 你恨福康安娶了我 所以把作本烧了 不 不是我 是我 是我舅舅他 他 舅老爷 你难道不相信我 我就是因为相信你 所以才把作本交给你的 宝教 这件事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对福康安 记住病命 你敢说你不恨他吗 他去见你 你却让他在宫门外站了那么久 我承认 当时我确实很恨他 我没有办法原谅他 他回去跟我一说 我都替他委屈 可是福康安呢 他绝对我说 朝廷大事为重 不必计较个人的恩怨 我只是被他的这种凶惊感动 所以才把作本交给你的 要不你回去叫福康安再写一本 我一定呈给皇上 不必了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花轿 是我阿哥 我现在是将军夫人 是我阿哥 我只能告诉你 福康安他必定对不起你 师父阿哥 你来了 子爷 我刚刚遇上花焦了 是我阿哥 你看这是什么 我真对不起花焦 那种福康安 别再想了 你看 子爷 我没有心思看什么书 这不是书 这是十一阿哥犯罪的证据 什么 这是两个贪官丢在我那儿的 我犯了一下 好吓人呢 你看看 你看看嘛 我听那两个贪官说 这个卢灰 一直通到十一阿哥那儿 他们是一串的 子爷 你挖到个大宝藏了 我说我回万花牢有用吧 可这里头全是账 我看不懂 阿哥赶快回去问问你舅舅 他一定懂 舅舅 不行 这千万不能给舅舅干 要不然他会毁了他的 毁了 他不会那么糊涂吧 我舅舅做官做酒了 前怕狼后怕虎 这不 他刚刚把福康安给我的奏本给烧了 害得我都没办法向花椒交代 那 阿哥不如直接交给皇上 皇上 你们成亲之后 朕一直没来看你们呢 皇上日理万机 还牵挂康安 康安感激不尽 今日是偷得福生半日闲 难得到你们这儿来走走 你们这将军府布置得不错 家里的一切都是由花椒打点的 哦 霍教 福康安将军有没有欺负你啊 将军对我很好 你撒谎 哼 你们俩自打成亲之后 福康安就从没有进过洞房 一直睡着外头 你们以为朕不知道吗 皇上 康安正在练功 不宜尽女色 这怕不是理由吧 你们两个 都是有情有义之人 不应该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朕就在想 你们大概都是为一个原因 那就是为永远 皇上 你不要回答 花椒 你回大阵 是不是 将军是为了救我 才娶我的 那你呢 你又为什么才嫁给他呀 这 好 你不愿意回答 福康安 你回大阵 他为什么愿意嫁给你 花椒是为了把我解毒 解毒 什么意思 将军 别说了 这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身呢 一位舅老爷在我身上下了毒 什么 他威胁花椒 只有嫁给我 才肯给我解药 花椒 有这种事吗 这是真的吗 那那天去天牢 朕问过你 你为什么没跟朕说呀 当时舅老爷就躲在旁边 我不敢说 好啊 龟姐 这是跟朕演一出戏呀 那你呢 你为什么不跟朕说呀 微臣也是在拜堂之后才知道的 你们两个人 真是糊涂 真是糊涂 好 朕一定会彻查此事 皇上 是我阿哥跟舅老爷最亲了 求您别再追究了 他们在朕的眼皮底下做出这种悲劣的事 他们眼里还有朕吗 皇上息怒 现在牧已成舟 还是应该顾及到 朕阿哥的感情 胡说 花椒不懂事 不敢跟朕说 那你呢 你为什么不跟朕说呀 微臣是怕 怕什么 怕龟姐会伤害到你 花椒 龟姐这件事 朕一定还你一个公道 皇上 皇上这么晚召见我 有什么事啊 不知道 皇上白天去哪了 福康安哪 福康安 多谢大人 小意思 就了一小心 皇上火气大了 谢谢公公 奴才归结叩见皇上 奴才问皇上 皇上 皇上吉祥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喊那么多声干嘛 在哪都是龙的吗 奴才多喊两声 是想让皇上 安准奴才起来说话 你还想起来说话 你就跪着回话吧 好好想想你干的好事 奴才的确干了件好事 还以为朕在夸你 你想想你自己哪干了一件好事 奴才干了件好事 是给福康安下毒 壁花椒嫁给他 你还有脸说出来 朕都听你脸红 知道吗 奴才一辈子没干正经事 唯独这件事 奴才觉得干得十分得意 强词多礼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你都干得出来 皇上说得不错 这件事的确是伤天害理 害了花椒 也害了福康安 可是 却救了永远 什么 你还 你还救了永远 你把他的心上人给夺走了 你还说你救了他 只有花椒嫁人 才能救永远 强词多礼 你休想让朕饶恕你 奴才不求皇上饶恕 只想请皇上想一想 永远自从认识花椒之后 他闯下了多少大祸呀 公然抗制不去寄灵 又把花椒私自领进宫来 接下来劫天牢 流落望花楼 这桩桩渐渐 都是因花椒而起呀 正因了老陈所言 花椒就是轰烟祸水呀 鬼剑 你这花椒太过分了 奴才知道花椒很可爱 皇上疼他 就连奴才我也喜欢他 可是他却迷住了永远 为了救永远 只有让花椒嫁人 让永远恨他 断了他对花椒的情根 永远才能专心努力的 做我大清朝 做我大清朝 有用的皇子啊 哼 你这些话 朕心里都明白 只是这样做 对花椒太不公平了 皇上既然这么说 那一切责任 由奴才一人承担 皇上要杀 要罚 要充军 奴才绝无怨言 行了行了你起来吧 谢 奴才不能起来 怎么了 奴才 求皇上答应一件事 什么事 讲 花椒的事 不能告诉永远 这 如果告诉永远 他必然会燃起 对花椒的旧情 重新遭入歧途啊 可是 可是朕 怎么能不告诉他 皇上 您近日瞒了永远 就是为了他日 永远能成大器 如果皇上您心软 告诉了他实情 皇上就是害了永远一生 好了好了 这件事是答应你 起来吧 谢皇上 奴才不能起来 你又怎么了 花椒一世 奴才犯了欺君之罪 望皇上处罚 奴才方得安心 算了算了 你也是为了永远 朕怎么能忍心苛责呢 好了 朕说你无罪 朕说你 Sketch 写了吧 谢主隆恩 好 桂姐 有才在 你关心永远比朕还多 朕感谢你 皇上 皇上 你都在 你都在 不再不敢当 永远 这本账字是谁给你的 这是紫燕拿到的 我真是有仙剑之名 让她回了万花楼 罗娘你叫她回万花楼 不是 我连紫燕都不认识 我怎么让她回万花楼啊 我的意思是说 幸亏她回了万花楼 才能得到这本账册呀 听说这个卢灰啊 就是永兴的人 好啊 等舅舅回来 你跟她商量商量 不能给舅舅看到这个东西 哎呀 姜还是老的辣 你舅舅熟悉那种死的事 没准这个卢灰的底细 他都知道的 我帮你出个好主意啊 舅舅啊 他前怕狼 后怕虎 傅康安的奏本明明可以告到胡俊的 他又说怕牵连和身 又是把奏本给烧了 哎呀 你舅舅他就是个老好人 万一他又说卢灰又牵扯到什么人 也不能告 那紫燕一番心血 不是白费了 永兴 还是把这账册给舅舅看一眼 不行 万一他又把账门给烧了呢 那我就擦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给永兴当头一报 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爱清平生 祭万岁 王岁千 今天有什么好消息要上奏吗 吴皇上 最近利部尚书福康安大人查过了一桩贪污大爱 喔 福大人上人未求 就能查出如此大的罪案 实在是包公在世 可喜可赫 请王上允许福大人先行上奏 好 傅将军 那你就先揍吧 谢万岁 吏部侍郎吴俊德 买官卖官 贪赃亡打 臣请万岁治罪 吴俊德 微臣在 自己看看 启纵万岁 微臣冤枉 这都是福康安上任之后 愚臣不合 故而诬陷微臣 请万岁明察 你还敢抵赖 万岁 你说说 这案子当如何处置啊 回皇上 二位大人是吏部之首 既然起了争执 一奴才看 应有十五阿哥主审 我 皇上 奴才以为此案 应该有十一阿哥主审 最为合适 好吧 永青 这个案子 由你来出审 儿臣遵旨 老鬼 你赢了 老东西 你想把这烫手的山鱼 丢给永远吗 嗯 哼 卢辉 你有证据吗 花马请过目 我 得更好 你赢了 尸体 你赢了 那你赢了 你赢了 你知罪吗 臣知罪 臣知罪 海星 你说 这个案子由谁来处审呢 当然十五二个罪为合适 好 永远 这个案子就由你来处审 儿臣遵旨 按律法 这个案子当交由督察院来审理 可是何珅建议由你们两个来审 他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谁知道的 回皇阿玛 何大人是想让我们熟悉律法 了解立正 也就是说 给我们俩一个锻炼的机会 是啊 何珅 很了解朕的心思 所以你们两个 不要辜负他的心意 这个案子审得如何 文武百官看在眼里 朕也看在眼里 请皇阿玛放心 永远 你呢 谁二话 认真是 好 这两位大臣都是老臣 在朝中围官多年 一定有非常复杂的关系网 所以你们两个办此案 要格外的谨慎呢 胡阿玛 儿臣会像包公一样审案的 像包公一样审案 好啊 这话说的好啊 永远 你会做到吗 做到什么 像包公那样 贴面无私 当然能做到 好啊 那我们机长 记住了 贴面无私 永远 舅舅 你怎么还能做 你真是急死我了 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啊 皇阿玛把我和永兴 留下来了 前叮咛慢嘱咐 你知道这案子 牵扯到很多人吗 嗯 皇阿玛已经提醒过我了 你准备 怎么审这个案子呀 这还用说 像包公那样 贴面无私 皇阿玛说了 这案子其实就是一场考试 考我和永兴呢 我当然不能输给他 永兴 如果说这个案子牵扯到舅舅呢 舅舅 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永远 舅舅 不会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怎么回事 这温慧是我的人呢 他不是永兴的人吗 他跟永兴没有丝毫瓜葛 是我的人呢 你怎么不早说 哎呀 你事先也没有问过我 你拿着账策 没有让我看 就直接交给皇上了 你怎么还埋怨舅舅啊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事 事已至此 只能这么办了 反正卢辉已经认罪了 我会叫卢辉把事情扛起来 你呢 就办到卢辉为止 懂吗 办到卢辉为止 哎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 你办了卢辉 一样可以结案交差 一点也不会输给永兴 可是舅舅 你到底 我知道 你想问我到底贪了多少 好吧 我告诉你 如果这战要查到底 救救我 掉脑袋 啊 永兴 这次你无论如何 要把永兴给比下去 额娘放心吧 这两个案子不用审 永兴已经输了 哎 为什么 因为永兴审的那个案子 背后主使是归结 哦 哎 那永兴一定会包庇他舅舅 不怕他包庇 只要他包庇 我就把真相相和阿玛一同 他自然就输了 那万一那个愣头青 真审起归结了呢 不可能 有他额娘在呢 嘿嘿 对呀 永兴他娘也不答应啊 所以说额娘 永兴这次是 怎么着都输定了 哎 永兴 不过你这个案子呢 我觉得也很棘手 你看 福刊给你写的奏折呢 密密麻麻的 这都是真的吗 都是真的 哎呀 这个吴俊德 做事也太不小心了 吴俊德是和珅的人 那和珅这下可倒霉了 所以说 这个案子 我要全力保吴俊德 你怎么保啊 皇上盯着你们俩呢 把皇阿玛蒙在鼓里不就完了 你蒙他 这怎么可能呢 恶娘 在我手里没有不可能的事 我要把吴俊德 做成一个大金官 大金官 是我阿哥 装装剑剑 我说的全是真的 许多事情 都是旧老爷让我做的 我是身不由己呀 你没跟施亚哥往来 我是旧老爷的人 怎么会跟施亚哥来往 你们贪污了多长时间 很久了 死多年了 叹了多少钱 我都记不清了 你画牙吗 哥 你快看看 写得少了些 也许年代太久 他记不清楚了 这上面这些罪行 能判在什么刑啊 少说 冲军凝固他 永烟 这件案子 你一定要保住舅舅啊 我在和阿玛面前立过誓 要像包公那样 全面无私 真要都好 遇到自己的舅舅 我就要往往心思了 你是什么话 是舅舅重要 还是什么誓言重要 舅舅重要 可是大天的律法更重要 你 你这还疯了 没有什么比舅舅更重要 舅舅 你再看看公众 没有不对吧 不用看 条条都是真的 那就请你画牙吧 永远 你 舅舅 请你画牙 好 好 好你个小包公 哥 你不能画牙 我自己的外甥 我自己的外甥是包公 我能不画吗 永远 你得好好想想 永远不秀 等国法入善 永远请救救画药 我画牙 我画牙 你给皇上拿去吧 永烟 你不能这样对舅舅啊 舅舅 我该交给我阿嬷吗 交与不交 全在你了 姑娘 孩子 你可要明白 舅舅要是有罪 你也会受牵连 这样的话 你做太子的事就难了 永烟 皇上让你和永兴 一人审一案 这分明是一场考试 永兴一定花招败出 让皇上对她刮目相看 可你呢 你却要拿自己的舅舅下手 让自家名声搞坏 这样永烟就会比过你了 舅舅 我该怎么办 舅舅舅的命 就在你手里啊 什么律法如山 那都是骗小老百姓的 胳膊中哪有帮理拐的呀 可花阿玛让我深爱 就是要看我能不能公平之法 满朝文武 只有舅舅一个人肯帮你 他们谁会真心帮你呀 你现在倒好 把舅舅亲手斩掉 你不是自己毁自己吗 我再想想 永远 让她去吧 我担心她把贡状交给皇上 永远跟永兴不一样 永远善良 她不会亲手害了自己的舅舅的 我就怕她那傻劲犯了 我还是相信永远 我的天哪 好不容易把她盼回来 没想到回来 先对付你 我真不知道 她该不该回来 该回来 该回来 我走了 that she was posted 参见十丫高 嗯 参见十丫高 嗯 十亚哥有何贵干 审案 审案应当在公堂 福将军 从现在开始 你的将军府就是公堂 十亚哥到底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谁都知道我跟你不合 这个案子我是主审 将军是原告 将军心里一定在嘀咕 十亚哥会不会偏袒 那个吴俊德呢 我是有此忧虑 所以了 为了消除将军的顾虑 我决定把将军府设为公堂 所有的犯人传招 全都由我跟将军一起进行 这倒不必了 阿哥是主审 副刊是原告 怎么敢与阿哥拼起平衡 将军不愧是将军 就是胸襟宽阔 令人敬佩 实不相瞒 在下有心心 哦 这件案子 黄阿玛让我跟永远 分头审了 谁都知道 其实它 就是一场考试 考的不是谁跟我智慧 而是谁最公正 黄阿玛明知我跟你不合 却偏要让我来审 你这案子 很明显 只要我有一丝的不用 那这场考试的书家 就是我 所以你就故意摆出这种姿态 跑到我这儿来设公堂 哼 在下这点私心 还请将军成全 既然阿哥坦诚先告 富堪恭敬不如从命 好 谢谢将军 将军 那你第一个证人 想传谁 吏不原外郎 原物证 好 就传他 师父阿哥 实在对不起 我们家老爷不在家 他去哪儿了 我家老爷到山东镇三去了 那夫人呢 夫人说了 阿哥不亦私访大臣府 我有急事请教 我家夫人说了 他会到紫营冠上香呢